我叫小浪 是名建筑工人 气候变软导致灾难发生 滔天洪水淹没了整个地球 幸运的我找到了一块木筏 我要努力的生存下去 嗯? 秀妹子怎么还没有醒 是不是我昨天打晕她 下手太重了 哎 那就让她多睡会吧 真希望她醒来后 能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不要怪我才是呀 这收音机也被她按坏了 她的菜园也都已经荒废了 不行 这些我都得重新拾起来 先去箱子里找找看 还有没有种子 真心不错 我找到了鸭箱底的两个土豆和甜菜 把它们都种上 再给它们浇上水 OK 还有 昨天我引来的鲨鱼群 已经把木筏咬得破败不堪 我得重新修理一下 嘿 嘿 下次可不敢这么做了 要不是暴风鱼 我估计鲨鱼群 肯定会一路跟随过来的 想想都让我后怕 还有 木筏上的食物一点都没了 再一吊点鱼 一会儿秀妹子醒了 可以给它吃 漂亮 上钩了 再来 下去吧你 哎呦 我天 秀妹子 你醒了 不过 你这恩将仇报 下脚也太狠了吧 哼 这一脚是还你 敲我的那一锤 浪哥 你太坏了 为什么要把我打晕 我还要等电话呢 哎呀 秀妹子 你忘了 雷达站上的电话 这次我们接到是幸运的 下次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也有可能 永远都不会打过来 咱们守着不走 也不是办法呀 我不管 守着就总有希望的 那天我还没有说完 信号就断了 说不见他还会打过来的 傻妹子 咱们都等了两天了 要打早打了 哎 其实我 我不管 都是你的错 我要去找老爸 我天 这秀妹子执迷不悟 没办法了 看来得使出绝招了 看我的 嘿 秀妹子 要走 你走吧 我给你造一个小木筏 再给你安个船帆 算是送别你的礼物 另外 木筏上的一切 你随便拿 什么都行 想的不可的 是最难割舍的 鸽子好好过 也好过一只拖 浪哥 你 你对我也太好了 离开你 我突然感觉好舍不得呀 那个浪哥 我不走了 在这木筏上 种种菜 养养花也挺好 嘿嘿 我的天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看来 他被我的真情打动了 秀妹子 应该是想通了 不过 这还真有点 招架不住呢 哎 其实所有的一切 我都明白 但是心里 就是割舍不下 我老爸的消息 浪哥他 又对我这么好 真是纠结 不过 浪哥这次敢打孕我 死最可免 活最难逃 看我怎么整整它 浪哥浪哥 你渴了吗 来 喝点水 嗯 秀妹子 谢谢你 秀妹子 咦 这水的味道 怎么感觉怪怪的 浪哥 我也学着你的样子 做了一锅鱼汤 快来尝尝 好嘞 来了 秀妹子 跟了我这么久 厨艺还是不见长呀 不过现在淡尽凉觉 凑合吃吧 咦 这汤 这味道 怎么跟刚才喝的那瓶水 一个样 味道不对 哎呦 我的肚子 不行 不行 憋不住了 哎呀 这秀妹子 用什么毒门配方呀 弄得我直拉肚子 受不了了 我得问问去 秀妹子 你 嘿嘿 浪哥 这大补汤不错吧 那可是我在浴室 冲洗收集 用我的毒门鲜鲜水 来做的哟 嗯 浴室 冲洗 毒门鲜水 那不是洗澡水吗 我天 你个丫头骗子 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今天 是我木筏 求生的第44天 我把秀妹妹子 敲晕 带离了一大战后 却被她展开了抱负 来整我 不过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只要她想开了 跟着我一起生活下去 这就是好事 我一定会带她 找到她的父亲的 晚安了 我坚信明天 会更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